人過流明,硬過流星 中國傳統文化向來體重人死後的明星 一個人是千載揚明,還是遺臭萬年,歷史自有功論 中國民間抗愛滋病鬥士高耀傑醫生 美國時間12月10日在紐約逝世,享年95歲 高耀傑醫生的遺囑講明 希望自己的骨灰,可以由兒子殺入黃河 下醫醫病,中醫醫人,上醫醫國 離開了中國視線範圍十幾年 高耀傑醫生的死訊一出 在中國微博也泛起漣漪 不少人直接公開悼念他,多謝他的貢獻 更多人感慨,高醫生一生痛絕的假話 在神州仍未絕跡 何謂愛國,不言而喻 但要某些人明白,這種愛國情操的難度難以形容 所以... 我來講